今天我們就要帶大家一起搭 輕軌來拍美麗的網美照 每一個都超級漂亮的 非常適合來拍網美照 它是淡水超人氣的拍照經典喔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好好說 好好說新輩 我是主持人佳玲 我是凱希 你知道嗎 其實當網美很辛苦喔 很多人是需要上山下海 甚至要穿高跟鞋 跌到很高的山上才拍得到美照 今天我們就要帶大家一起搭 輕軌來拍美麗的網美照 讓大家都能輕鬆當網美喔 跟著我們一起出發吧 GO 這裡是侯樹林自然保留區 在這邊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水筆仔 全長有500公尺 大概10分鐘就可以走完了 沒錯 平易近人 網美照的重點就是要有綠樹 為什麼呢 因為女生就是那個焦點 所以要有綠樹來陪襯 重要的也是光線 因為光線好 你皮膚就好喔 沒錯 而且這邊很適合像我們這樣戴草帽一起來 可以遮陽 用的防曬 可以當拍照的小配件 前面那邊聽說就是最佳的拍攝景點 因為它的樹林跟步道都非常的漂亮 要記得縮小腹 這個步道真的是很漂亮 然後下一個 YA 今天在這裡走的時候看到好幾隻招巢線 對 還有鳥 我覺得親子很適合來這裡做戶外的生態觀察 就是讓人看了心情會很好這些生態 再測一點喔 好 往前走 往前走 繼續走 淡海輕軌它是台灣國車國造的首例 大家來淡水玩通常都是去老街或是漁人碼頭 其實你今天也可以選擇搭乘淡海輕軌 來欣賞這沿途的風光 沒錯 像它的車子是做這種比較大的落地窗感 就可以欣賞沿途美麗的風景 尤其是在太陽快下山的時候 這時候夕陽照進來超級浪漫的 它的車身是做這種淺淺的藍色 看了也讓人很舒心 就是這種淡淡優雅的感覺 呼應淡水的海景 除了有古今交錯的閩南市建築之外 還有這一片超漂亮的杜鵑花花海 每一個都超級漂亮的 非常適合來拍網美照 而且旁邊是新的建築 然後對比這個三合院就會覺得 哇 這感覺很酷 讓您看我 這邊平常還可以預約導覽參觀 看這個保存得很好的古蹟 有時候還會有市集 就大家都可以隨時注意這邊 很漂亮耶 是一望無際的海 你看這邊是秘境 這裡是水管公園 主打就是有水管隧道 針太尺還有小迷宮 來第一題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看了淡海輕軌之旅 那你知道淡海輕軌總共有幾站嗎 淡海輕軌有分成藍海線跟綠山線 它目前總共是14站 你知道淡海輕軌 它有一站有個非常特別的頭銜 它是最北邊的車站 你知道它的站名是什麼嗎 就是我們現在所在的坎頂站 淡海輕軌的公共裝置 有跟一個藝術家合作 你知道他是誰嗎 是國際知名的藝術家 吉米 吉米利用淡水在地的文化特色 然後為淡海輕軌量身打造這個 閉上眼睛一下下的裝置藝術 那我們最後跟大家分享幾個美拍的小技巧 淡海輕軌你先分享兩個 第一個 在拍照的時候大家可以盡量把腳伸出來 或是剪刀腳 這樣的話可以拉伸你的身材比例 第二個 如果要坐下的話屁股可以往前坐一點 一樣是把腳伸出來 就是不要讓自己屁股坐在裡面 這樣腿會比較短比較胖 可以再往前伸一點這樣子 那我也來介紹兩個 如果你想要讓空間更有延伸感的話 不一定要眼睛看鏡頭 可以看你的左邊或者右邊 往上看讓你整個畫面的比例 可以有一個延伸的感覺 接下來我想分享的就是 你可以利用你身邊的小道具 像是我們現在有戴的這個帽子 你可以摸著帽圓 然後看旁邊 或是可以把它拿下來 躺在胸前 或者是你臉比較想要讓它小一點 然後還可以躺在旁邊 讓你的臉看起來更小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最後一個景點 想要介紹給大家 現在就跟我們一起GO吧 哇 坐起來漂亮的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是最後一個景點 它是淡水超人氣的拍照景點 叫做藍海大道 之前在IG也是整個大爆猴 這樣海天一現的FU 超級延伸感的 我們趕快拍照 那我們今天介紹了 大海輕軌附近的幾個美拍景點 是不是都超級漂亮的呢 很推薦大家 下一次也可以安排來淡水 來一個一日的攝影行程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今天好好說 好好說新北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海希這四個字怎麼唸 我知道 神茶玉雷 以後玉雷 小時候老師小學是教神書玉綠 是嗎 你沒聽過 什麼意思 國小國中就是兩個門神吧 門神的名字 書 因為茶沒有這一痕啦 茶沒有這一痕 喔 對耶 茶 對耶 多言太天 沒有 茶 是 柄